同学们好,我们看第27章合并财务报表的题目 那这一章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 我们考试主要是以主观题为主 你像去年 我们基本每套题里面都会涉及到有合并财务报表的内容 非常重要 那第一节,合并范围的确定 内容设计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合并范围 纳入合并范围的特殊情况 对被投资方可分割部分的控制 还有合并范围的豁免投资性主体 控制的持续评估 我们看单选T1 下列有关合并范围确定的表述中 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是 这哪个不符合准则规定 A,母公司非投资性主体 那应当将其全部子公司 包括母公司所控制的被投资单位 可分割的部分 结果化主体 纳入合并范围 母公司要是非投资性主体 肯定把子公司全合并 所以这个没问题 我们看B 如果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 为投资性主体的投资活动 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 不纳入合并范围 其他子公司应于合并 说反了 那这个不对 就是说如果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 是为他提供 相关服务的子公司 纳入合并范围 其他的 都是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记住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来核算 那我们再看C 如果一个投资性主体的母公司 本身不是投资性主体 应当将其控制的全部主体 包括投资性主体 以及通过投资性主体 间接控制主体 纳入合并范围 那这个没问题 例如如果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 只应将为投资性主体的投资活动 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 纳入合并范围 其他子公司不予合并 那这也是对的 其他的都是 以供应价值计量 供应价值变动 及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来核算 所以B是正确的选项 那我们看多选题的二 甲公司与乙公司合资设立品公司 注册资本10个亿 其中甲公司出资8个亿 占注册资本的80% 乙公司出资2个亿 占注册资本的20% 二年三月 甲公司乙公司与W信托公司 签署了增资协议 由W信托公司发起设立某信托计划 该信托计划向丙公司增资10个亿 增资完成后 丙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20个亿 其中甲公司持有40%股权 乙公司持有10%股权 该信托计划持有55% 那该信托规模是10个亿 根据相关协议安排 甲公司仍然控制丙公司 丙公司定期向信托计划支付固定收益的利息 且两年后 信托计划收回所投入全部资金 那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呢 丙公司应当将该信托计划分类为一项负债 那丙这边 将来他要付啊 付这部分固定的利息 两年之后还要付本金 所以不可避免付现金 当然他呢 就是一项负债 B 丙公司应当将该信托计划分类为权益工具 那这个不行 它是一项负债 C 2012月31日 甲公司应该将丙公司作为持股比例80%的子公司合并 虽然说看着好像持股比例40% 另外呢 就说 实际上 信托 他要的就是这个利息 要的是属于最终有的偿款本金 那你真正 从股权这边来看 甲呢 还是持有饼 80% 所以80%子公司合并 这是对的 那第二年12月31日 甲公司应该将丙公司作为持股比例40%子公司合并 不是40% 还是80% 那也就是说 丙的接受的信托 那一部分应该是一项负债 那这个A和C是正确的 第四节 长期股权套资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 非同意控制下其合并 那非同意控制下取得子公司购买日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非同意控制下取得子公司购买日后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那我们看一下单选题的第二个 22年1月1日 甲公司从集团外部购入 以公司60%有表决权的股份 构成了非同意控制下其合并 22年度 以公司实现净利润是600万 以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利润是500万 分配现金股利200万 22年12月31日 甲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所有的权益总额是1000万 那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22年12月31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金额是多少 那归属于母公司的 甲公司自己本身的这1000 肯定是要算的 再有呢就说 购买日之后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部分 那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 购买日之后怎么样的变动的 购买日那一天肯定不管 以公司实现净利润的600万 然后按购买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500万 一定是按购买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算 然后分股利呢分了200万 那就减少所有的权益了 那就500减缺200之后的60% 这一部分要算进来 所以就说 母公司一个假的这一部分要算 另外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净增加是500减200 300的60%算进来 1180 那选项自己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单选题的6 这个题目呢是要求啊 让算少数股东损益 假公司21年6月30日 从集团外部取得乙公司60%的股权 对乙公司能够实施控制 2年6月20日 乙公司向假公司销售一件产品 那账面价值是76万 销售价格是100万 增值税税格13万 假公司将该产品作为管理用的固定资产使用 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为4年 没有残值 22年 乙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利润是400万 说假定呢 不考虑所得税等因素的影响 那账公司22年 合并利润表中应确认的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损益要考虑两块 一个就说 当年乙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 持续计算净利润 我们这一块乘以少数股东持络比例40% 还有一块呢 是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 因为是 二年6月20号 乙公司向假公司销售的 这个产品 它是一项逆流交易 然后假把它作为固定资产使用了 那说这一部分 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未实现利润 一个是原价中未实现的 那扣掉当年多提折旧 那这一部分呢 再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会减少少数股东损益 那我们看 二年12月31日 固定资产中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原价中未实现的100减76 那这一部分呢 除以四年 半年时间 因为是发生在二年6月底 7月份开始提折旧 把多提折旧给扣了 21万 所以算少数股东损益 购买 按购买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的是 400乘以40% 我们要把这一部分未实现利润 要乘以40%扣掉 151.6 选项私议市政权 我们再看单选题的7 那假公司 22年1月1日 从集团外部取得已公司80%股份 能够对已公司实施控制 22年1月1日 已公司除一项管理用无形资产外 其他的资产和负债供应价值 与账面价值相等 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300万 供应价值800万 预计 上科使用的年限10年 直线发贪销没有残值 22年6月30 以公司向甲公司销售一件商品 商品的售价是100万 成本80万 没有提议提加准备 甲公司购入后 将其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使用 按五年采用 年限平均法集体折旧 预计就参值为零 那22年甲公司实现净利润是1000万 以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是400万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等因素的影响 那这个接下来让算的是 甲公司22年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甲公司净利润 就是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那这一部分 一个是属于母公司自己本身实现 然后还要考虑进行一些调整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购买日的时候 有一项无形资产 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不一致 那利润当期的随意的影响要进行调整 调整到呢 是按照购买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净利润 另外涉及了内部交易 那影响的利润 那也要考虑消除的问题 这内部交易啊 我们题目说已向假销售的是逆流 所以未实现的利润呢 是按照比例这一部分来进行消除 而不是全部的都是充建归属于母公司的 那看一下乙公司22年购买日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净利润 就是400万账面等 一项无形资产公允比账面多了500万 800减300 10年嘛 除以10 因为是22年一余算分就开始了 就取得了 所以350 那二年内部交易中固定资产未实现利润 80万卖100 这是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的 然后呢 这一部分除以五年 半年的时间 所以一共未实现利润18 这样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假公司的净利润 假公司自己本身的一签 再有乙公司 我们这边要进行调整的 就80%部分 一个350减18之后 然后再乘以80% 那一二六五点六 选项四义正确 那接下来看多选题的四 假公司22年1月1日 购入乙公司80%股权 非同意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能够对乙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实施控制 除乙公司外 假公司无其他子公司 当日呢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供运价值4000万 22年度 乙公司按照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供运价值为基础 计算实现的净利润是600万 分配现金鼓励是200万 没有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22年年末 假公司个别报表中所有的权益总额是7000万 假定不考虑内部交易等因素 下列关于假公司 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列报的表述 正确的有 就是我们看哪个是正确 A呢22年度少数股东死亿80万 那现在看到 是 假呢 拥有乙80% 那少数股东拥有乙是20% 那现在以按照购买日供运价值持续计算的净利润是600万 22年度 600乘以20%呗 那不是80% 120万才对 所以A就是错误的 B呢22年12月31日少数股东权益是880万 我们看这个计算 那少数股东权益 购买日这一天 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他就说他的可变认金资产公允价值是4000 所以这个4000要乘以20% 这是相当于22年1月1号的 然后再看22年的变动 利润600万 分股利分了200万 所以真正 以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400万 再乘以20% 这就说400的乘以20% 880 那B就正确 这个B就没问题了 C 22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7320万元 那归属于母公司的母公司资金本身7000 我们一定要加上购买日之后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变动归属于母公司部分 购买日的不要算进去 所以购买日后的变动 就是600减200 那是属于乙公司股东权益的变动 我们用它乘以80% 等于7320 那购买日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不认 长期股价都有子公司所有者权益要抵消的 相当于你付出对价 得到它的金资产 所以这个C正确 然后再看第二年12月31日 股东权益总额872 那股东权益总额 是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然后再加上少数股东权益 那是全部呗 872 所以这个D也是正确的 那这个题目BCD正确 第五节 内部商品交易的合并处理 这里涉及到不考虑存货低价准备情况下 内部商品销售业务抵消 存货低价准备的合并处理 我们看22年的一个多选题 20年6月 甲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乙公司销售商品一千件 销售价格每件是一百元 成本每件是九十元 货款已接轻 那截至20年12月31日 乙公司已将上述商品中的七百件 对外出售 销售价格每件一百零五元 那20年12月31日 乙公司从甲公司购入 尚未对外出售的商品的可变现净值 每件是85块钱 那当然乙公司从甲公司购进时入账的时候 每件是一百 现在可变现净值是85 所以他是提了存货低价准备的 乙公司共计提了存货低价准备是0.45万元 因为他到期末结存的是三每件 每一件15嘛 所以0.45万元 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编制20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抵消或调整中正确的有 A呢存货应抵消7万 B营业收入应抵消10万 4A呢营业成本应抵消9.7万 D呢资产减值损失应抵消0.3万 我们通过分路看一下 说甲公司合并报表中编制什么样的分路 那营业收入 一共是1000件 每件是100元 1000件呢销售的100 所以换成万元 那借营业收入10万 带营业成本10万 那再看期末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 就说 节存的是300件 每一件的利润呢是100件90吗 90卖100的 所以利润的是10 换算成万元0.3万 借营业成本0.3 带存货0.3 然后呢 对于存货低价准备的抵消 我们要注意的 虽然以那边 他对存货提低价准备0.45万 但我们作为整体 也要提 因为每一件是可编性净值85 而作为合并报表整体 每一件的成本是90 他也得提 所以我们也知道 存货低价准备的抵消 那是以存货中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为限 现在存货中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0.3 我们就挤0.3 你0.45多了 剩下的0.15 作为整体要抵消 我们应该借存货 带方资产减值损失0.3 所以你看 存货抵消7万不对 我们存货不应该抵消 没有 然后呢 营业收入抵消10万 没问题 营业成本抵消的10 再去掉一个0.3 那是9.7 也没问题 资产减值损失 抵消0.3 那这个题目 BCD正确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单选题的3 甲公司系乙公司的母公司 二年10月1日 乙公司将一批成本为200万元的库存商品 以3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甲公司 甲公司当年对外售出该库存商品的60% 二年12月31日 甲乙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列报金额分别为2000万10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说二年12月31日 甲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列报金额是多少 就是合并报表里面 那现在啊 是合并报表中列报的 个别报表里的夹在一块 夹的是2000 以的是1000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把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这一部分 给它扣除 那现在300减200 因为成本以的是200 库存商品卖了300 对外售出60% 40%节存 这是未实现利润 那这部分剔除之后 最后呢 结果是2960 所以还是选项司机正确 接下来我们看多选题的五 甲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二年 乙公司出售库存商品给甲公司 售价是200万 不含增值税 成本是160 未计题存货提价准备 至22年12月31日 甲公司从乙公司购买的上述存货 对外出售40% 售价100 那甲定 期末节存的存货 没有发生减值 甲公司合并报表中 下列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A 应抵消 营业收入200 那你内部的销售收入 肯定要抵消 所以内部的是160卖200吗 那我们要抵消200 那B 应抵消 营业成本176 那营业成本的抵消呢 应该是说 我们是 营业收入 比如我们做分路 借营业收入 带营成本一个数 然后还要看期末存货中 未实现的 那这部分利润 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两项 的构成 这样呢 就是说 160卖200 对外出售 14%是结存60% 24% 所以借房营业成本 带房存货24 那你200减去24 就是176 那应抵消存货 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刚才看到了24 这也要抵消 D呢 应确认营业收入 300 营业收入是对外卖调的 确认 内部的是抵消调 所以合命报表 营业收入 我们要确认的是100 不是300 那这个题目呢 就是ABC 是正确的 第七节 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 合命处理 那内容啊 说未发生变卖或报废的内部交易固定资产抵消 发生变卖或报废情况下的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消 我们看一下单选题的四 甲公司拥有乙和饼两家子公司 21年6月15日 乙公司将其产品 以市场价格销售给饼公司 售价是200万 销售成本152万 饼公司购入后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 并于当月投入使用 预计使用年限四年 用年限平均法提折就没有残值 甲公司不考虑增值税科所得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甲公司在编制22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应调减固定资产项目的金额是多少 调减固定资产项目的金额 就是看你固定资产在22年底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那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利润的数字 计算时是原价中未实现的 然后减去累计多提折就 因为通过多提折就方式会实现 那这个题目看到呢 售价是200万销售成本152 原价中未实现的200减152 那现在呢 预计使用年限四年 交易的时间是21年的6月15号 那21年的提折就提半年 二年提一年 所以原价中未实现的200减152 那这个数字再去除以4乘1.5 那把这项扣掉了 这就是30万 那应该是调减固定资产的项目的金额 那也就是说这项固定资产中 有这么多未实现的利润 所以选项C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看一下多选题的6 长江公司系甲公司的母公司 22年6月30日 长江公司向甲公司销售一件产品 销售价格1000万 增值税额呢 是130 销售成本900 那没有提提加准备 相关款项已收存银行 甲公司将购入的该产品 确认为管理用固定资产 增值税迹项税额可抵扣 并于当日投入使用 那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 没有参值 年限平均法替折旧 长江公司与甲公司适用的 所得罪税率都是25% 不考虑其他因素 长江公司在编制22年 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该向内部交易做出的 下列调整抵消处理中 正确的有 A是抵消资产处置收益1000万 B呢 抵消管理费用5万 C抵消固定资产100万 D呢 调增地盐所得税资产23.75万 我们通过分路来看一下 就是你真正编抵消分路时 先是把固定资产原价中 未实现 那这部分利润抵消 一方的产品卖给另一方形成固定资产 所以借方营业收入 1000带营业成本900 固定资产原价中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是100 然后要把固定资产当期多提折旧给抵了 就固定资产入量多了 100除以10半年的时间乘以12分之6 所以借固定资产5代方管理费用5 那我们看到固定资产原价中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100 通过多提折旧方式呢 现在实现5 还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到期末呢是95 95再乘以25% 那就应该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代方代计所得税费用 23.75 所以这样 我们看到抵消营业收入1000 那不是资产处置收益 抵消营业成本900 抵消管理费用5 那抵消固定资产是95 确认调整地盐所得税资产23.75 那这样呢我们就会看到 给内的选项利B跟D是正确的 那第九节 特殊交易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 内容涉及本期增加或减少子公司 如何编续合并财务报表 追加投资的会计处理 处置对子公司投资的会计处理 因子公司少数股东增资 导致母公司股权稀释的会计处理 交叉持股的合并处理 逆流交易的合并处理 还有其他特殊交易 我们看一下单选题五 下列有关处置子公司股权投资 直至丧失控制权的各项交易 属于一揽子交易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事 那A应当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 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个属于一揽子交易 那是没问题的 你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 并丧失控制权交易进行处理 那再看一下B 在丧失控制权之前 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 享有该子公司自购买日 开始按供允价值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 合并财务报表中呢 要确认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也是对的 说你最终丧失控制权一揽子交易 之前的处置呢 差额都是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再看C 在丧失控制权之前 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 享有该子公司自购买日 开始按供允价值持续计算的 金融资产份额之间的差 那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投资收益 这不行 先确认其他综合收益 最终真正处置完丧失控制权 再转投资收益去 我们看D 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 D 丧失控制权日 合并财务报表中 原因处置投资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应当截转至投资收益 这是对的 就你真正丧失控制权日 再把原来的每一次 形成其他综合收益 转投资收益 所以C是正确的选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单选题的吧 假公司于21年 12月29日 以2000万元取得对乙公司60%的股权 能够对乙公司实施控制 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购买日 以公司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3000万 22年12月31日 甲公司又出资700万元 自以公司的其他股东 集团外部非关联方 那里面呢 取得了以公司20%股权 交一日 以公司按购买日供应价值 持续计算净资产账面价值 基因额是三强 我不考虑所得税和其他因素影响 假定呢 假公司有足够的资本攻击 则假公司在编制22年12月31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因购买少数股权 要调减的资本的基因额是多少 这是说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那这一天呢 编合并报表的时候是 基因额数 按购买日供应价值 持续计算三千二百万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个别报表上的投资 就说你要调到三千二百万 乘以百分之二十 购买少数股权不能出现 商业 因为这是个权益性交易 所以你要不出现商业 那你个别报表上的 当时出资七百万 就要调整到三千二乘以百分之二十 那这就调资本更接 所以我们看 七百减去三千二乘以百分之二十 那等于六十万 选项B证券 那再看单选题的九 甲公司二零年一月十日 取得已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股权 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付出对价是一亿七千二百万 购买日以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 为一亿九千二百万 二二年一月一日 甲公司将其持有以公司股权的四分之一 对外出售 那百分之八十出售四分之一 没有丧失控制权 那出售四分之一取得价款是五千三百万 出售投资当日 乙公司按甲公司取得其百分之八十股权之日起的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净资产总额是两亿四千万 乙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可辨认净资产的账命价值是两个亿 那该项交易后 甲公司仍能够控制以公司的财务和生产基因决策 那甲公司二十年合并财务报表中 因出售以公司股权应调整的资本公寄金额是多少 所以这个事项呢 就是说出售部分投资不丧失控制权 合并报表层面仍然是一个权益性交易 那这种情况不要去改变原来的伤 不要确认损益 所以说这个要确认的是资本公寄 那我们怎么算 售价五千三 按照购买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净资产是两亿四千万 我们原来是百分之八十 但是这个只卖掉四分之一 减四分之一 不要去碰原来的伤 所以只是按购买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净资产 那你原来的这个数字卖掉部分 卖掉四分之一 等于五百 那B是正确的 接下来看多选题的七 21年1月1日 A公司以每股六元的价格购入B上市公司 股票是二十万股 并由此持有B公司百分之二股权 A公司将对B公司的该项投资 指定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22年1月1日 A公司以现金三千五百万元作为对价 向B公司大股东 收购B公司百分之五十股权 从而取得对B公司的控制权 投资前 A公司与B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B公司当日股价每股是七块钱 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应价值是四千一百万 供应价值与账品价值相等 A公司购买B公司百分之二股权 和后续购买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那不考虑所得这等因素影响 和A公司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A购买日 A公司个别报表中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三千六百四十 那这个呢 由于原投资是供应价值计量的集中资产 个别报表上的购买日初始投资成本 就是原投资的供应 加上新增的供应 我们这样来算 那看到呢 呃 原投资当时取得时是二十万股 那现在 后面呢 取得股权的时候 当日股价是七 所以你看 原投资公园我们是可以确定的 然后又付出去的是属于三千五百万元的现金 这样 就是二十乘以七 再加上三千五 原投资供应 加上新增供应 三六四零 那A就没问题 B呢 购买日的合并成本三六四零 合并成本购买日这一天 就是原投资供应 加上新增供应 所以也是对的 但是如果原投资 是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的 合并成本跟初始投资成本不一样 原投资权益法核算 达到控制时的初始投资成本 是原投资账面 加上新增供应 而合并成本都是供应 所以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看C 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中 该向长期股权投资猎报金额 为三六四零万元 那这个不行 合并报表里面 根本就不会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猎报的事情 长期股权投资 要和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抵消 所以这个没有 D购买日合并报表中 应确认商与1508 那商与就是合并成本 三六四零 减去这一天 被购买方可辨认金资产 供应价值份额 给的被购买方可辨认金资产 供应价值四千一 我们现在整个持股比例 百分之五十二 所以等于1508 那么选项D是正确的 那这个题目就是ABD正确 第十节 所得税会计相关的合并处理 内容涉及说所得税会计概述 内部应收款项 相关所得税的会计的合并处理 内部交易存货 相关所得税会计的合并处理 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党 相关所得税会计的合并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单选题的十 这个假公司乙公司 均系增值税一般大陪人 销售商品适用的增值税率 都是13% 适用的所得税率都是25% 假公司二年六月十 从今拥有80%股份的乙公司 构进管理用设备一台 该设备为乙公司所生产的产品 成本是360万 未计提存货增加准备 售价是600万 增值的税额是78万 另付安装公司安装费8万 假公司已支付该款项 且该设备当月投入使用 设备预计使用年限为4年 预计定参值为0 用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那假定呢 会计采用的折旧方法 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定参值 与税法规定相同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假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是多少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看一下 到二二年底固定资产中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那你未实现利润这一部分 它就会形成科理后暂时性差异 因为它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 那就是要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的600-360 然后呢当期多提的折旧给它减去 600-360之后 除以四年过去半年时间 因为是六月份发生交易 那半年提的折旧 多提的扣除 乘以六分之这就是 可理扣三值净差异 就是固定资产中有这么多未实现利润 乘以适用所得税率25% 52.5 则选项D正确 第十一节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涉及合并现金流量表概述 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需要抵消的项目 我们看多选题九 下列属于母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应抵消的项目有 那作为整体上不存在的现金流 都是要把它抵消掉的 A 母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 当期以现金投资或收购股权增加的投资 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那这个肯定要是进行抵消 你往那边投资 那边接受投资 整体根本没有这个现金流 所以要把它抵消 B呢 当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与分配现金鼓励支付的现金 那你一方分鼓励 子公司那边分 母公司这边收到 这个现金流作为整体也没有 所以肯定也要进行抵消 C 以现金结算债券与债务产生的现金流量 那也是一个整体的 你那边呢 是什么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现金 这边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现金 整体没有 所以当然也要把它抵消 再看D 企业集团内部 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现金金额 与构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 那整体上同样也没有现金 要把它进行抵消 所以这四个都要进行抵消 那接下来我们看多选题的10 关于现金流量的分类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 用现金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属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那这个没问题啊 你是反映到长期股价投资 比如借长期股价投资 带银行增款 它属于投资活动 是对的 这是个别报表 那B 用现金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 在合并报表中属于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因为你合并报表上 现金是减少了 另一方的影响的 它不是长期股价投资 长期股价投资消掉了 另一方是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少数股东权益是所有者权益 所以这种情况呢 是属于筹资活动 对的 毕竟所有者权益减少了 那再看C 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 出售子公司部分股权 收到现金 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属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那是啊 你相当于是成绩股价投资减少了 那个别报表上是投资活动 也是对的 我们再看D 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 出售子公司部分股权 收到现金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属于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那合并报表里面 你收到的现金 最终呢 影响到 还同样是少数股东权益 所以是现金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当然属于筹资活动 所以D也是对的 这题ABCD都正确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二年的综合题 这个综合题啊 我们是第一波考试的 题里面 有两套 还有财政部公布的那一套 我想这三个都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合并报表的大题 确实比较重要 那当然了 21年的 20年的这些题 也是19的都要跟大家说 那甲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 相关年度发生的 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我们看其他资料 其他资料 一 甲公司 乙公司和丙公司 按净利润的10% 具体法定盈余公积 为做其他分配 那第二 甲公司19年度财务报告 于20年3月1日经批准爆出 第三呢 本题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我们看出要求 要求一 根据资料一 说明甲公司购买乙公司 说含丙公司时 对于乙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 确认的与丙公司相关的商业 有一千万元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计算的甲公司购买乙公司 含丙公司 形成的商业金额 以及应分摊至乙公司 丙公司的商业金额 这就说资料一 下面我们看资料一这个内容 19年1月1日 甲公司以发行五千万股普通股为对价 购买乙公司60%股权 构成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甲公司发行股份的面值 为每股一块钱 公允价值每股是十块钱 当日办理了乙公司股权过户登记 及增发股份手续 乙公司持有丙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19年1月1日 乙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主要财务数据中下 就是说甲买的乙 乙本身是有子公司的 它是持有了丙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所以会涉及到 已提供的合并财务报表 那乙公司合并报表里面 有账面价值 也有可辨认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 然后这里面 资产总额账面价值呢 是九亿两千万 然后涉及到 有供允价值 是九亿九千万 其中的无形资产 这边的是 账面价值是一个亿 那供允价值一亿八 无形资产会多出去八千 商誉呢 是丙公司相关的有一千 这是在账面价值里面 那剩下的负债 然后还有所有的权益 各个项目的数字 接下来说 乙公司持有的丙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系乙公司以前年度 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方式取得的 19年1月1日 布韩与丙公司相关商誉 那乙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中净资产账面价值五亿一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五亿九 那我们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合并报表认的 那是属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说其中 布韩对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的乙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呢 是属于四个亿 因为你长期股权投资 代表丙的那个净资产的 所以这个不应该算作乙的这边 所以乙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自己本身是四个亿 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一亿九 因为我们最终形成的商誉 要按照他们公允价值比例要分 说有多少是归乙的 有多少是归饼的 除乙公司自身一项管理用无形资产增值 八千万元以外 但是八千万完全是乙公司自己本身的 和其他资产附贷的账面价值等于公允价值 该无形资产上可使用二十年 预计就残值为零 采用值钱法摊销 乙公司与丙公司的业务不具有协调性 甲公司按供允价值比例 将商誉分摊至乙公司业务和丙公司业务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答案部分 甲公司合并报表中商誉 商誉的概念是什么呀 合并成本和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距离 这是商誉 那我们现在给的被购买方仪 它是个合并报表含有丙的 丙里的商誉不能算 商誉是不可辨认的 我们是跟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去比 所以呢 甲公司购买乙公司时 对于乙公司合并报表中 形成的商誉 你要不要考虑 要把它剔除出去 这样才变成一个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那最后形成新的商誉 我们是按照 以自己本身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和丙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比例 再去进行分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商誉的概念本身要掌握清楚 你就知道说 那原来它的商誉我们是不算数的 我们看甲公司购买乙公司 形成的商誉 发行权益证券五千万股 每股的市价值 这叫合并成本 那乙的 整个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是五一九 那当然这里面 乙长期股价投资是不能含的 因为长期股价投资代表是饼的 这是在乙的给我们提供合并报表是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他也说了 不含长期股价投资的 那是说乙的这边四个亿 那我们现在总数五一九 因为还有丙的一一九 减去五一九乘以百分之六十 整个呢 最终在甲编合并报表上要反映的商誉 那应该是14600 是这个数 我们现在要求把它分摊到乙和丙公司上去 按照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的比例去分 乙的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购买日十四个亿 丙的是一一九 所以我们四个亿除以四亿加一一九 乘以要分摊的商誉14600 这样就等于9898.31 那应分摊至丙公司的 用丙的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一九 然后也同样除以 乙跟丙的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合计 我们乘以要分摊的14600 它等于4701.69 这是要求的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要求的第二个 根据资料二 编制甲公司和丙公司 19年度个别财务报表的相关会计分录 个别报表的分录 看一下 19年6月25日 丙公司将账面原价是4000万元 以提折旧1000万元的办公楼 按供应价值5000万元销售给甲公司 那这是一行逆流交易 甲公司将该办公楼对外出租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 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丙公司销售办公楼的款项已收存银行 那19年12月31日 该办公楼的公允价值为5500万元 对这涉及要有内部交易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假的个别报表 在19年6月25日 相当于是购买了一项投资性房地产 因为取得之后马上对外出租 付出去的是5000万 这样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5000代银行存款5000 那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到19年底的公允价值5500 所以公允价值上升500 19年底借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500 代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500 那再看丙的这边 把固定资产的原价提的折旧 要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借房固定资产清理是3000 累计折旧1000 代固定资产是4000 卖了5000 我们售价借1号存款5000 代方固定资产清理3000 那固定资产对外出售 对于丙是反映到资产处置损益2000 那接下来我们看要求的3 说根据资料3和4 说明甲公司编制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 对以公司处置丙公司股权 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即应列报的报表项目名称 判断以公司处置丙公司股权的处置日 计算处置假公司合并利润表中呢 应劣势的与股权处置相关的投资收益的金融 然后说第四呢 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假公司19年度 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的抵消或调整分路 那看一下资料3 19年12月5日 经相关程序审议批准 以公司与股关联关系的其他公司 签订了不可撤销的协议 该协议约定 已公司将丙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以2亿8千万元的价格对外出售 那20年1月5日 已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办理完成 丙公司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20年1月5日 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在假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 与19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相当 那这个19年12月15日批准了 签订不可撤销协议 我们要把这个丙公司股权对外出售 但是手续呢 是20年1月5日才完成的 所以在19年底 那丙公司的投资 应该作为持有代售 去进行处理 那合并报表上呢 当然要把丙的所有资产 放到持有代售资产 所有负债放到持有代售负债上去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19年度 以公司个别财务报表 净利润呢是五千万 新购入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供允价值上升 确认其他综合收益是五百万 那丙公司个别财务报表净利润 是三千万 这是丙的 没有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我们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因为是有一项无形资产 供允比账面多了八千万 那我们要调到 咱们按购买日供允价值持续计算的经济论 比如说你成本法改权益法的时候 合并报表层面要考虑这个东西 丙呢倒没有 涉及到供允跟账面不一致的问题 以公司向甲公司报送的 19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六亿零五百万 这是19年底的 其中实收资本两个亿 资本公积是一个亿 其他增额收益五百 盈余公积12500 未分配利润是17500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块的答案 第一个资产负债表日后储置比公司 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这肯定不是属于调整事项 应当在那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复诸中进行披露 那甲公司编制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 问说丙公司怎么办 因为丙公司我们现在还是要合并 毕竟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出售转让 在19年底的时候 这应将丙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分别作为持有代售资产和持有代售负债 项目去猎报 这是要明确的一个问题 要全部的资产都是持有代售资产 负债都是持有代售负债 那第二 以公司处置丙公司股权的处置日 是哪一天 那是20年的1月5号 因为那一天它就进行转让 那我们看接下来 说处置日 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在甲公司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 那就说原来的购买日时是19000万 后面实现的净利润数 那就是3000 因为并没有涉及到丙公司 它的资产供运跟账面不一致 在购买日时相等的 然后与丙公司相关的商与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 分过来的数是4701.69 那然后我们看投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 那反映的是说 卖掉了实际得到的款项 是2亿8 我们全卖了 然后要去掉什么 一个是按购买日供运 加持续计算净资产 那这就是19加上3000的数 另外把商与要扣了 把它分摊过来的商与要扣掉 所以再减去商与4701.69 那等于1298.31 这叫投资收益 我们看第四个 合并报表上的事情 我们合并报表层面要将 原来以公司那项无形资产 增值8000万 那你要调背 借记无形资产带资本攻击 8000 体力没有涉及考虑所得税的问题 那你不用确认递言了 8000按照20年来进行摊销 那你多摊销的数字 我们要反映进来 8000除以20 借方管理费用 贷方贷无形资产400 然后我们成本法改成权益法 那这里边 是倚的这边 账面实现的利分5000 但是要调整到按购买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的 所以要把无形资产 按购买日供应价值多摊销的多 400减去 减完之后 是按购买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的 那现在我们贾呢 持有以60%吗 所以再乘以60% 那丙实现的净利润是3000 他不用调整 因为不涉及供应跟账面价值不一致的事情 那同样贾也是拥有他60% 因为已拥有他的全部 贾呢拥有一60%吗 那就是60% 那成本法给权益法借长期股价投资 4560 代方投资收益4560 那接下来 有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数呢 它的变动数 那我们当然 就是乙的这一边 它是新购入的 500万 我们乘以60% 300万 借长期股价投资 在其他综合收益300 那之后我们看 抵消分路 实收资本 直接给了两个亿 就是在资产负债表日 也就是说我们题目里啊 报送的报表里面 实收资本 以合并报表中 不可能去反映 丙的那部分所有的权益 那丙的所有的权益都被抵掉 所以完全是以的这边 合并报表反映的 然后这里有资本攻击 其他综合收益 盈于攻击 为分配利润 那我们看一下 资本攻击 给的是一个亿 但是无形资产 拼不增值 8000你要把它加上 118 我们最终抵的是它的 公允价值的净资产 那这个没问题 118 其他综合收益500 那盈于攻击呢 不用动 12500把它抵消 为分配利润 给的是账面的17500 但是我们按公允价值计算 会减少400 所以要减去这400 那等于17100 之后呢 我们要把原来 以合并报表的商与 1000我们不认 所以你贷方有这个商与 这个比较特殊 你不要去管它 把它要冲掉 我们真正认的这个商与 是14600 那我们看贷方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是 54860 就是开始是5000乘以10 这是属于合并成本 合并报表上 成本法改权益法 调增了一个4560 还有一个300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 是54860 那接下来少数股东权益 我们就是应该加起来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呢 是两个亿 资本供给一八 其他总额收益500 盈余公计12500 未分配利润年末数17100 我们还有一个商与 要冲掉的 1000给它扣了 如果最后乘以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40% 26840 那最后呢 我们到几处的商与14600 那这样来反应 这是它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再看 母公司投资收益 子公司利润分配的几项 那借房呢 借记投资收益 我们有过前面的计算吗 成本法改权益法的 我们算过了 那4560 所以把它肯定要抵掉 4560 少数股东损益 倚的这边5000减400 然后乘以40% 丙的这边3000的利润 乘以40% 少数股东损益 那么少数股东持股比例40% 年初为分配利润是 一个亿 这是当时给的 代方提取盈余公计500 年末为分配利润 17100 这是这笔分路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内部交易 丙 把它的固定资产 卖给了甲 甲马上出租 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那这件事情我们清楚 所谓整体 就是相当于把它出租 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按供应价值计量的 那你整体呢 把固定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不是资产处置收益 那应该是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是形成着一个 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出现了代方差额了 当时呢 丙的那边的处理 反映到个别报表是资产处置收益项 有2000 因此我们是借资产处置收益 代方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个呢 是在丙的那边 卖给甲 所以它是一个逆流交易 影响损益的 我们要调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 那当然这个事情 按照40%呗 解决说 2000乘以40% 要减少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 毕竟这边的分路是借资产处置收益 因此借少数股东权益800 代方少数股东损益800 方向别搞错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